想知道一个东西有多火 看看身边的人就知道 最近胖君那位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看银河系的叔叔都开始发消息 让我帮他助力抢数字藏品 还在周天王的NFT猴子被偷的时候不停地追问原因 看到NFT如过山车般起伏的价格 以及频频被盗的新闻 甚至还关心起买家的心脏 为了叔叔和大家的身心健康考虑 这一期胖君决定来唠一唠NFT NFT为什么这么火 几百万买的NFT为何几分钟就被偷走了 买了NFT的你应该怎么办 除了周天王那只因为被盗转卖而登上热搜的猴子 还有卖出近5.84亿人民币天价 很像PS出来的一个球 卖出约4.5亿人民币 有5000张海报拼成的JPAC图片 一度卖出290万美元 却又在后来暴跌99%的推特创始人第一条推文 卖出185万美元的神奇女侠 这一圈以黑红著称的某大佬 花了1050万美元购买的第一个NFT头像 这些引发全网追捧 令人匪夷所思的NFT数字资产 其实在大约30年前就已经有了雏形 早在1993年 资深密码学专家Hole Finney 就提出了加密交易卡的概念 可以被视为NFT概念的前身 2012年 第一个类似NFT的通证Coled Coin诞生 由小面额的比特币组成 最小单位为一聪 2014年 新创立的Counterparty平台上 出现了用热门梗图悲伤蛙做成的应用 开始为NFT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时激起蛙声一片 2017年 以太坊上出现了一批极具朋克精神的像素头像 这个名为CryptoPunks的项目 将图像作为加密资产 带入到了加密货币领域里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NFT项目的诞生 不久后 加密猫CryptoKitties游戏风靡全网 NFT的概念得以正式提出并走入大众视野 因为各行各业 尤其是艺术领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而成为网红数字资产 2021年 全球NFT交易超过230亿美元 成为NFT元年 艺术界几乎人手一幅NFT作品 普通人也从加密猫 像素头像和周杰伦的猴子中 亏得NFT的一脚 在今天 如果你没听说过NFT 你将会被开除往期 很多人以为NFT数字资产能这么火 卖这么贵 都是炒作以及本就虚无缥缈的艺术二字造成的 但实际上 重要的不是数字资产本身 而是它如何被铸造 以及如何被验证 NFT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 全称是Non-Fungible Tokens 意思是不可互换 非同质化的代币 我们熟知的比特币 以太坊 以及马斯克都投资过的狗狗币 等都是具备同质化特性 各自的本质属性相同 可以进行交换 就像普通股民所拥有的100股茅台 并没有任何区别 需要遵循一样的规则和定价进行交易 在同一时段的价值相同 但是每一个NFT资产都有自己独特的属性 就像同样名为向日葵的话 梵高的向日葵 与其他人画的向日葵 与AI生成的向日葵相比 价值和本质都是不一样的 不能互相替代 文字 图片 视频 在被铸造成NFT的时候 需要通过加密来生成一段独一无二的认证代码 这就相当于原作者为作品盖了个章 虽然一幅画 一张表情包 在互联网上可以有无数份拷贝 但有原作者盖章的NFT只有一份 这个章就是数字世界的防伪标志 如同房子的房产证 产品的生产编号 体现着自身的唯一性和稀缺性 举个例子 如果孙悟空被铸造成NFT了 唐僧就不会因为真假美猴王而驼腾 就算六尔弥猴是孙悟空的分身 也能通过章去辨别真伪 拥有一件NFT 不仅仅是获得这件物品 同时也得到这件物品的所属权 包括拥有和保留权 出售和出借权 特许使用权 重复使用权等 在现实世界中 艺术家通过签名 盖章等方式来标明真品 并通过拍卖会公开交易作品 但并非人人都能去拍卖会现场 而辨别签名和章真伪的方法 也只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 所以 现实世界的艺术品交易 终究还是一个中心化的过程 而NFT通过在区块链上分布式 去中心化的记账方式 保证作品无法伪造 篡改 而作品的出处 去向 交易过程等都可以被准确的追踪 确保每一次交易都公开透明 此外 以NFT为载体的作品 往往已整体出现 我们也许见过 以0.1或者0.01为单位的比特币 但没见过划分为 一小块一小块的NFT 如果将铸造为NFT的数字内容 与如今主流互联网中的数字内容进行对比 我们将看到如下这张图表 正是这些特性赋予了NFT作品 具备了超出普通文字 图片 音频 视频本身的价值 让原本可以免费下载 随意复制和拥有的数字内容 卖出了数千 数万 甚至数十万 数百万 数千万的高价 人们看中的不仅是肉眼可见的作品本身 更是作品背后读152的所属权 以及对数字资产的验证 谁 在哪里 在什么时间 创建了什么 交易了几次 资产最终所处的时间与空间的位置与价格 因此 NFT在游戏 艺术品 域名 收藏品 虚拟资产 现实资产 身份认证等方面大受追捧 成为加密行业蓬勃发展的领域之一 高价值继而增大了NFT背道的风险 短短一年内 NFT交易平台OpenSea用户钱包背道 千万资产一夜消失 知名NFT游戏Xie Infinity被攻陷 高达6亿的用户资产不翼而飞 原本以安全性著称的NFT也逃不了安全风险 这是因为NFT作品本身都挂在区块链上 如Islam Polygon Clayton等 而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也难逃安全隐患 区块链系统的架构分了很多层 例如数据层 网络层 激励层 共识层 合约层和应用层等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分布式账本 共识机制 密码学 以及智能合约 保证了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防篡改这两大核心功能 理论上来说 区块链面临的最大风险是51%攻击 也就是如果链上的某个节点或某组节点 控制了超过全网51%的算力 就可以强迫每个人都服从这个高算力 进而随意篡改和伪造区块中的交易数据 正所谓谁掌握了拳头 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不过51%对算力的要求很高 实施起来成本高难度大 就像计算机系统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漏洞一样 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 面临的常见安全问题则来自合约层 外部风险和私钥的存储与使用 自身风险 由于处于区块链系统之中 NFT需要依赖于各种智能合约进行交易 智能合约是一段部署在区块链上的代码 相当于一份基于密码学的数字化合同 一旦链上记录的事件出发合约中的条款 代码就会自动执行 简单来说就像你在自动售货机上买水 点击按钮所出发的系统内运行过程 以及金额付款出货过程 都是在系统里设置好的 你在全国各地任意一个相同品牌的自动售货机 买同一品牌的水流程都一样 这些流程和规则就相当于数字化合同 如果智能合约对于身份的验证出现问题 把你当作管理员 或者出现其他问题 就会导致合同出错 进而导致实际操作和流程出问题 另一方面 NFT本身基于区块链 需要使用到密钥进行加密 在交易过程中 也需要各种身份验证和授权 破解密钥的难度有多大 我们在之前的勒索病毒科普中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攻击者不会采用暴力破解密钥的方式 而是会用其他方法骗取私钥 私钥的助记词 或者身份授权 最终盗取NFT 周杰伦丢猴子的原因 就是因为身份授权被盗 他在猴子被盗的动态评论区提到的钓鱼网站 是目前攻击NFT最常见的方式之一 之所以给攻击加引号 是因为这个过程并非直接利用NFT 或者区块链技术的漏洞 而是利用了社交平台的漏洞 以及人性的弱点 他的朋友轻易信任了钓鱼链接 被骗走身份授权 导致了猴子被偷走 今年2月份 全球最大的数次藏品市场OpenSea合约升级时 攻击者也趁机发起了钓鱼攻击 骗取了大量用户的钱包授权 据说造成的损失达到了2亿美元 此外由于交易价格高昂 市场处于发展初期并不稳定 除了钓鱼攻击之外 NFT还吸引到了诈骗 非法集资 传销 空头骗局等 在这个新兴的前沿市场里 传统朴素的攻击与骗术依旧大行其道 针对这些安全风险要如何防范呢 技术的交给技术 意识的留给意识 智能合约中潜藏的漏洞 需要安全研究者的发现与修复 而想要对抗钓鱼 诈骗 还需要提高安全意识 例如保护好自己的私钥 不像其他渠道泄露 收到邮件 消息 电接等 需要仔细查看对比 不轻易点击 安装必要的防护软件 关注并及时处理异常信息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 时刻牢记 NFT有风险 入局需谨慎 就在周天王的无聊员被盗后不到一个月 无聊员的官方硬死被黑 导致用户损失数百万美元 NFT每被盗一次 就可能有一个无聊员颠沛流离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2022年 NFT的泡沫已经出现破灭 一些NFT作品降价缩水 疯狂的市场开始冷静 NFT也如同其他加密货币一样 走到了昙花一线 或者持续坚挺的命运十字路口 后续将会如何发展 还需要时间和科学的检验 概念层出不穷 市场变化莫测 科学和技术才是永远的基石 如果你正在研究区块链安全 或者对这一领域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欢迎报名参加今年的几档大赛 与胖君深入聊一聊 在线唠嗑 我们下期见